李天南的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跟大家开示的主题是 提阿嘎,牺牲 但事实上用牺牲这个词来翻译提阿嘎是太局限了 提阿嘎有太多的层面的意义 昨天大师就跟我们讲了 我们生活上在各个层面上的提阿嘎 是什么样的状态以及它的灵修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吃饭 大师说呢 真正做提阿嘎是一个什么状态 最好的补充自己能量的状态呢 就是不吃不喝 用太阳和风和雨和水和空气 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能量 因为我们的肉体呢 是和树一样的有这个功能和技艺 只要我们愿意呢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反倒是每顿饭都可以靠口味来满足自己的这些人 他们的寿命呢 比你在饮食上有Tiaga 牺牺牺牲体验的这些人呢 要短 你的身体不会有这些在肉体上 在饮食上牺牲口味的这些人 生命长 除了这个最终极的 这个不吃不喝靠太阳过日子 这个Tiaga 在饮食方面呢 第二点呢 就是Montra 你要唱经文 这个也是身体的补充能量的一个源头 第三个级别呢 就是Pranayama 就是你的呼吸 呼吸呢 也是可以让你身体充电的一个渠道 第四点呢 是流食 到了第四个阶段 才是有食物出现了 那当然最差最差的就是固态的食物了 如果是肉呢 昏食 大师说你连想都别想 不要自杀了这样 所以呢 在食物上做Tiaga呢 最基本的大师说 就不要挑食 给你什么就吃什么 他说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灵修的人呢 都是要去讨饭的 因为你讨来的饭 你没有资格讲味道 你拿到什么就吃什么 就这样呢 为什么大师要讲我们 人生要做到Tiaga 是到底什么意义呢 因为你做到Tiaga的时候 你这个方面的基因呢 将会通过自然选择的方法呢 变得无比强大 它会有一个质的突破 会让你的生命力呢 无限的扩张 你的创造力无限的扩张 你对外界的环境的依赖呢 就变得很弱了 你的依赖性越高呢 就比如你吃了越精越挑啊 你的依赖性越高 这样你的生命力就越弱 你的人就越脆弱 所以Tiaga牺牲呢 它不管是在什么层面呢 它都是能给你最大的 最高级的基因的 进化上的条约 大师举的另一个例子 还有比如说性 如果你在一直到21岁之前 从性成熟到21岁之前呢 没有任何的性行为 没有任何的性幻想 让自己在性的方面呢 是Tiaga牺牲的状态 你的神经系统将会有一个极大的进化的突破 它的结果呢 就是你你这个人可以最敏感的吸收所有的信息 处理所有的信息 有最高的清晰度来做出最好的决定 这个就是这类人 如果你在性成熟到21岁之间 Tiaga做Tiaga就是没有任何的性行为 性幻想甚至看性片黄片 所有的这一切都跟你无关 完全是一个无性的挣脱的一个真空的状态 你的身体的神经系统和你的系统 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超人的水平 这个就是Tiaga给我们的一个灵性的回馈 除此之外 大师也说 当你的睡垫越来越薄 当你的衣服越来越简单的时候 也是在Tiaga 这些都会给你的基因一个极大的突破 这个也就是我们僧侣 我们生活的灵性的背景 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Tiaga的状态 就是最简单的 最无物质依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的基因也是会慢慢的 进化成Paramashiva的基因 走向正午圆满 所以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师的开示 给我们很多灵性上的知识 不要以为自己的生活奢侈就是好的 相反的 你的生活奢侈只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脆弱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受这个录像 和大师讲话的启发 让自己也做Tiaga 让自己也有超脱物质 和对身体层面的依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让自己真正的增强自己的振动频率 让自己的基因做到最坚强 最强大 最丰富 最神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让自己意识更加的觉醒 让自己走向最终的正午圆满 很多朋友说正午圆满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最简单的就是你想要在玛雅中的生活成功 你也要走灵性的道路 这是不是两条路 而是同样一条路 只有灵性的提高 意识觉醒提高 你的生活才会更加的成功 人际关系 爱情 事业 金钱 家庭 健康 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因为你的意识觉醒度提高 才会有真正的成功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讲当当 好的